金库赛是之前的站立骑行的基础上动作的一些演化 可以更方便大家骑行中通过一些障碍 其实金库赛就是你的人体悬挂 非常简单吧 我们传统是硬尾车和软尾车骑行的时候 大家很多说硬尾车过于颠簸 软尾车骑行的感受会更好一些 路况越复杂 我们的软尾车骑行感觉会越好一些 我们学会了进攻姿态 就会有人体悬挂 你想想我们的逼真器最多也就是203的行程 我们的手臂的行程那可是更长 如果你练习好了 畅通无阻 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胎压的设定 胎压如果设定好了 它也是我们非常棒的逼真器 因为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弹性 而且它和地面的接触也是最早的 胎压应该如何设定呢 要根据自身的体重 骑行的路况 还有你自身骑行的风格 你骑行的风格是指 如果我是一个特别粗犷的车手 我转弯非常的哗很有劲 那么你的胎压可能需要打的高一点 如果你更注重踩踏的摩踏力 那么你可以胎压稍微小一点 这个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设定 最终的话是路况 下雨天和干燥的天 胎压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插播一下我的胎压的设定 我的骑行山地攀爬风格的时候 在我们城市街道里练习的时候 我胎压会打得非常高 至少是在50左右 我不希望我的轮胎在骑行过程中会破胎 特别是我的很多动作 需要面对的是那种脚 所以我要把胎压打得高点 尽量让轮胎的胎壁 撞到车圈的几率少一点 如果我骑山地 我习惯把我的胎压打得稍微低一点 至少我坐上去以后 我能看到外胎进行 稍微明显的一点形变 这样会在骑行过程中 给我更大的地面抓地力 我的身高是1米91 体重是88公斤 在骑行山地的时候的设定胎压是30 如果说是玩城市的动作的话 我设定是50以上 进攻姿态 我分为高进攻姿态 中进攻姿态 低进攻姿态 其中高进攻姿态非常的舒服 适合我们日常通勤 中进攻姿态给了我们更大的缓冲空间 那么低进攻姿态 给了我们更好的降低风阻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速降车手 我们都会压得很低 低进攻姿态 其实高位的骑行姿态 不能叫做进攻姿态 它更是一种休闲骑行的一种站立方式 它会培养你的一些是平衡 因为我们更希望去舒适的骑行 所以我们将重量放到腿上之后 我们的手臂要自然的下垂 放到我们车把上 记得我们之前分享的站立骑行 要将重量放到我们的腿上 屁股后移 然后我们可以将臀部撅起 上身俯身 我们身体下坠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从刚往下落差的这种缓冲 所以我们要将手臂外展一点 就像我们做俯卧撑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的手臂就会获得更大的支撑力 和我们的缓冲的空间 这个位置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中立骑行姿态 它有更好的缓冲作用 我们的人体悬挂就架设完毕 这个齐用姿态的基础上 我们通过任何的障碍的时候 我们的手臂可以跟着一起去上下的浮动 让我们的下楼梯或者是下落差的时候 我们的手臂有一个往下冲坠的过程中 手臂的略微弯曲就相当于有一点点的预压一样 那么如果撞到了一个小台江 我们可以用手臂向上拉一点 要它向上撞的力量变得非常的轻 让你身体的重量和地面的回馈更直接的完成 那么在之前的习惯只要你养成了 那么中立姿态可能非常快的就能找到 在之前的中地位姿态上再往下降降 手臂向身体靠拢 夹住放低身子 就成了我们低进攻姿态 这个低的姿态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减少风阻 但是因为我们手臂缓冲会相对来说少 所以更依赖我们腿部进行身体重量的缓冲 进攻姿态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核心的概念 我们之前分享过中立位 我们希望大家把中立位的概念带到进攻姿态里面来 这个我们上升俯身的感觉可以在这个原地上找到 首先找到中立位 我们慢慢的上升往前俯身 在俯身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有中立位明显的变化 我们腰发声的弯曲 或者是过多的收紧 继续保持中立位慢慢俯身 这个时候双手架到车把上就是我们核心的一种感觉 核心收紧是我们进攻姿态非常难练习的一步 这个要养成非常好的习惯 关于髋关节和膝关节的联动 大家可以找一下坐坐的感觉 首先肯定是屁股后移 然后再往下进行坐 保证我们小腿的颈骨和地面尽量是垂直的 我们小腿的颈骨越垂直于地面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重量在我们的腿上肌肉分担的越均匀 如果越往前前倾 对我们的膝盖压力越大 同样我们一越多的依赖了股四头肌 其实我们的裹绳肌和臀大肌 这两个非常大的肌群 都没有参与到我们进攻姿态 这个骑行过程中的缓冲 脚腕是在进攻姿态中非常细节的一步 很多人都容易把它忽略掉 大家可以多利用体重的方式 去增强你脚腕的灵活度 还有支撑力 找好我们什么时候配合到脚腕的下沉 记住脚腕的下沉非常的重要 最后我们可以将之前学习的进攻姿态的姿势 运用到我们的实战中去 我们在日常可以找一些这样的 10公分5公分的小台子 这个取决于你自身的车辆 如果你是一个形成比较大的软尾 你可以将台阶稍微放的高一点 如果你形成是比较短的差c 那么你可以再找比较小点公分的落差 我们分别进行撞上去的练习 和分别进行从上面提下来的练习 在这个其中我分享了很多的真体站在原地上找到精工姿态的一些姿势 比如说像我们宽关节和膝关节的联动 比如说像我们中立位的俯身 这些小的细节需要大家真正的站在原地去练习 只要你能找到这个感觉 你才能找到我们进攻姿态的绝窍 我们下一个练习的练习 我们下一个练习的练习 我们下一个练习的练习